哈嘍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m ultimate in a new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我的放舟生存進化啦 沒有錯 今天這一集呢 是大家非常期待喬丸的一集 就是呢 老頭今天這一集要去抓嘟嘟霸王龍了 各位有沒有很興奮 我們終於要去抓嘟嘟霸王龍了 那嘟嘟霸王龍呢 也不是說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 這個傢伙呢 基本上如果你不用模組 你只能等官方出活動的時候 利用活動的一些機制去把它召喚出來 而且召喚出來也是現實的 時間到他就會消失了 那我們要永久獲得他的話呢 那你必須要直接裝這個模組 你才有辦法去永久擁有他 所以說呢 老頭呢 這一次又裝了一個模組 叫做嘟嘟霸王龍模組 如果你們想要的話呢 我一樣會放在我的模組清單裡面 你們可以自行去抓 那這個模組呢 他就是很簡單 就是真的只有嘟嘟霸王龍的模組在裡面 然後好像是任何地圖都會生出來 他的生出來的機制呢 其實就跟南方巨獸龍的生產機制是一樣的 那個生出來的機率跟南方一樣 但是呢 又是5%的機率 那個官方上面是這樣講的啦 他的生產的這個方式跟南方一樣 非常的稀少 那已經稀少了 他又再加上一個5%的機率 會出現 所以說是更稀有 那當你獲得他之後呢 你就基本上天下無敵了 相對的你要獲得他也是不容易啦 除非你用其他的模組 像是老頭用這個暈眩彈之類的 這個模組有的話呢 會更加輕鬆 但是如果你用 土法煉鋼的方式的話 我覺得 你會非常的辛苦 會超級的辛苦就是了 怎麼辦 我沒有麻醉藥啦 我這個暈眩彈現在 只有8發 我覺得要先去做一做欸 等我一下 我們這邊還有600罐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罐 可以做44隻 44隻絕對是可以的啦 這個就不用擔心了 OK 那我們待會去抓嘟嘟霸王龍之前呢 老頭喔 想要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馬納加爾姆的 鋼鐵模組 不是鋼鐵模組 鋼鐵鞍呢 泰克鞍呢 待會就要展示給各位看 老頭去野外又抓了一隻馬納加爾姆的 上一次的馬納加爾姆 因為紀錄檔壞掉的原因喔 所以說呢 沒有辦法再把它 復原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這一次呢 就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個馬納加爾姆呢 給重新抓一遍 雖然你們沒看到過程 因為老頭是下抓的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再重抓給各位看 利用這個機會呢 我們直接把它套上去來看一下 唉唷 還好 看起來還好 我覺得 還是一樣呆 我記得之前老頭有裝過另外一個 泰克馬納加爾姆 我記得另外一個泰克馬納加爾姆 好像還有分等級的 什麼皇家馬納加爾姆 那一隻我記得長得還蠻帥的 跟這隻比起來不知道哪隻比較好看 因為我已經有點忘記之前那一個 模組長什麼樣子了 老實說我有一點忘記 還是說我們這外面有泰克馬納加爾姆 我翻一下好了 這個傢伙不知道算不算飛行生物 啊 有欸 這是泰克馬納加爾姆嗎 欸真的欸 這邊有一隻欸 阿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 再花一點時間把泰克馬納加爾姆抓一遍好了 好不好 今天大放鬆 我們去抓泰克馬納加爾姆 把他抓回來稍微比對一下 我們再去抓嘟嘟霸王龍 OK 我們成功抓了泰克原生的馬納加爾姆回來了 那另外一隻馬納加爾姆去哪裡了 我突然找不到 喔在那邊阿被擋住了 哈哈哈哈 OK 原生的 好 疊一下攻擊力好了 想一招把他打死 好 這也不是一招 這是連續好幾招 被噴死了 OK 這個就是泰克的馬納加爾姆 原版跟 跟這個套皮膚的 就一模一樣 顏色不一樣而已阿 好像也還好 整體看來就是這個樣子 把這個皮膚脫下來給他套上去的話呢 應該也是差不多吧 沒什麼改變的樣子 等我一下 我每次都放錯 讓我 讓我放一下 欸沒有錯 好 就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哈哈哈哈 好吧 那大概就這樣子給各位看一下就好了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直接去找我們的嘟嘟霸王龍啦 這是各位非常期待的阿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前往了 我們也不等了 事不宜遲了 我看一下在哪 在這裡 來搜尋一下 有一個95級的有點遠在這個最後的下角阿 我很好奇 那這樣他其他南方會不會一起伸出來阿 我看一下 這邊 欸居然有 而且還三隻 喔 這邊一直140的阿 其實我已經有了 我就不用再抓了 我們等一下 南方 嘟嘟暴龍 抓到之後 來跟南方打看看好了 我記得這個南方巨獸 我記得這個嘟嘟暴龍的能力 數值上呢 還算蠻不錯的 好不好 剩下200多公尺 喔喔喔喔看到了在那裡 我在想要不要來個出奇不易阿 這發呆耶 這個為什麼在發呆阿 這隻 還是說這個模組壞了 靠腰這個血量是逆天的吧 他是要過來咬我嗎 好像不是 在空中蓋 神風特攻 會不會是成功 打王失敗了 英老司欸 看這個燒會死人阿 阿算了我在遠遠的地方 打帶跑就好了嗎 怕什麼 他又不動了 看一下是極暈嗎 沒有錯是極暈 只要一個卓越就可以了是吧 噗 開尿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愛餒 還好我記得變得過快 阿有本事直接這邊噴火弄我 我幹 燒到了阿阿阿阿阿 真的還燒到我啦 哇這太可怕了吧 我們再跑遠一點 欸他走路好快啊 這傢伙走路真的是很快的 他衝下去了 遊戲還刺激啊這個 我們速度要快一點 欸不動了 又動了 比遊戲還刺激啊 他燒到我嗎 直接消掉我盤調血 還持續燃燒 不行有這個高低差打法 對他不太管用 除非我們在像這個更高的地區 欸快死了啦我們加的這一隻 而且他這個血量大概多少 250萬吧 欸這個血量老實說啦 我隨便放在那邊給他怪物咬也咬不死啊 欸他居然鑽到裡面了 有夠陰險的 他出奇招了 我可以殺了尾巴 哈哈哈哈 你出奇招是不是 但是我還是適合到你啊 欸他居然 掉到一個洞裡面了 好好笑喔 這是自尋死路嗎 欸這個陷阱不是我弄的啊 這個是天然形成的洞窟 啊 欸這是他的命 命運就是如此要他這樣子 沉浮於我 下去吧 太棒了 你看這邊有個洞 然後這個洞裡面 其實有通往到外面啊 只是他走錯邊了 OK 我們終於解除危機了 這個卓越飼料丟進去啊 這個這傢伙只要吃一個就可以了嘛 帥喔 哈哈哈哈 這個其實我以前就有帶過了 沒想到又能夠再次的帶在頭上 真懷念啊 來 我們最強的生物 而且還是母的 這不知道可不可以交配啊 如果可以交配的話 到時候我們在 給他交配弄一個 留恆百分之百的 應該會特別強 蛤 搞下去2000 2082 右鍵燒 哦沒有燒到 好爛 哈哈 哦有了有了有了 燃燒傷害每下312 這傢伙有沒有受攻擊力影響啊 不知道這火藝有沒有受攻擊力影響 我們去找一下南方劇獸龍玩一下好了 好 全部點了 2000多%的傷害 先右鍵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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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下去一萬五啊 哎呦 南方不是我的對手嗎 這個南方太弱了 我是可以把這邊的所有南方通通解決掉啦 不過有一隻太遠了 欸為什麼那一隻在我們家的後面啊 哇賽 我們家後面就要有南方劇獸龍 突然覺得有點可怕 哪天突然闖路進來了 我這邊應該會死一些吧 嗨你好 這隻是母的欸 欸我不知道我們家的南方是公仔是什麼 算了 剛剛突然有一個 想要帶回去做二代的念頭 二代寶寶的念頭 但是想一想算了 沒那個必要了 因為我們有 嘟嘟霸王龍 早上好方舟 我有嘟嘟霸王龍 因為我有嘟嘟霸王龍 非常的棒 南方跟嘟嘟霸王 南方跟嘟嘟霸王 是最好的 我最喜歡 都幫你想好了 為什麼咬不到啊 用燒的 咬不到就燒毀 看一下整體 就是這個樣子有沒有各位 右邊是南方巨獸 這個是 嘟嘟霸王龍 體型上還是嘟嘟霸王龍 稍微略勝一籌啊 對 這就是差距啊 有沒有看見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啊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開始lag了 哈哈哈哈 一樣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集方舟生存進化 再見了 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